迫害曝光 最高贵的尊严 作者云凡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于2009年12月12号 有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 追查国际一名特别调查员 与中国大陆一位匿名人士 进行的一段持续近30分钟的对话 该证人披露了几年前 自己募集的一起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经过 该证人证实 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 是一个中学的老师 被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 被强迫灌时 已经是伤痕累累 2002年4月9号 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 一名是瀋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 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 将该学员转移到瀋阳军区总医院 15楼的一间手术室内 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 没有使用任何麻药 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 当手术刀在她胸脯上拉开时 她嗷的大叫一声说 法轮大法好 你杀了我一个人 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吗 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 被你们迫害的人吗 该证人当时是个武警 亲眼目击了整个过程 这也是迫害法轮功以来 第一个已参与迫害者的身份 指证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真实存在的直接证人 对于参与者的无耻 他说 我们的民警有不少就是变态的那种 对他进行属于是猥亵 他长得有点姿色 比较漂亮 对他进行强暴 九平共产党讲到中共的杀人模式时说 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 先杀灵魂再杀肉体 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 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 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 所谓坦白从欢抗拒从严 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 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 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 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 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 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 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 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 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 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 这位为人师表的教师 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 被中共暴徒野蛮的摧残 他被猥亵 被强暴 被无耻对待的情节 还有很多很多 连亲身见证过的武警 都不忍心再讲下去 中共暴徒们想要做的就是 在他的生命结束之前 把他的灵魂也杀死 但是 这些暴徒没有达到目的 他在临死前一刻 呼出的是法轮大法好的口号 是的 他受到了 作为一个女人 所不应该受到的 最无耻的猥亵与强暴 但是 他没有屈服 致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 中共是想让他 没有任何尊严地死去 但是 这群暴徒没有达到目的 他死去了 是在摘取他心脏的过程中死掉的 但是 他的尊严 却并未因自身受到的亵渎 而有丝毫的污损 他高贵的尊严 令一切强暴过他的中共恶徒 显得污秽不堪 一群卑污的灵魂 永远不配以衬托他圣洁的尊严 这是一位圣女 为了自己的信仰 把身心置之度外 她超越于尘世的荣辱 她的圣洁 又哪能是妄图撕毁她尊严的 狂妄之徒们 所能想象得到的呢 中共的精神屠杀 在法轮功修炼者面前 失去了恐吓意义 相反 一个精神的觉悟者 却令中共及其爪牙们 无所适从 当军医的手术刀 在她胸脯滑下去的时候 她的法轮大法好的口号 她的 你杀了我一个人 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吗 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 被你们迫害的人吗 的质疑 不是令军医犹豫了吗 中共的精神屠杀 在法轮功修炼者面前 什么也不是 它暴露的 只能是中共的无耻和残暴 什么是尊严 什么是无耻 事实已经证明 中共的无耻成就了 修炼者最高贵的尊严 在法轮功修炼者的 慈悲与威严之下 本性邪恶又无耻的中共 还有再存在下去的理由吗 人世间的正理就是 慈悲的佛法 红传于世 一切邪恶败类 都将被宇宙的历史所淘汰 那些佛法的修炼者们 正在用生命实践着这一世间之力 他们的尊严将在未来的宇宙间永存 所以我们打起来的宇宙间永存